今天要做,人人都做到,又好拌飯 極度簡易,在味道上比起傳統的梅菜扣肉 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梅菜燜排骨 Hello,大家好,又是我Mapfetti麥花田 材料非常簡單,就是很容易買到的甜梅菜和排骨 我就買了一些急凍的金沙骨 麻煩了凍肉店的老闆幫我代爐斬件 今次做的梅菜燜排骨 煮食步驟簡易很多 不像梅菜扣肉,又要炸又要蒸 今次只需要炒香食材 有些食材自己燜一下就可以了 預備一碗淡鹽水 然後將買回來的甜梅菜浸在淡鹽水 大概30分鐘左右 在甜梅菜去咸的期間,我們先準備一些排骨 我買回來的急凍排骨 排骨已經早一晚放在冰箱溶雪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水裡洗一洗 然後拿乾水分 再用廚房紙印乾 然後就可以備用了 在網上跟過很多不同的大廚偷師 所以醃排骨我會先放生粉 因為這個方法會令排骨很容易吸收到醃料 還有一個好處 排骨已經有生粉 所以燜完後收汁的時候 連生粉水也不用放 用手拌勻生粉 拌到見不到生粉粒 然後還有少許黏手 就可以開始醃排骨了 等等,有些脂肪的部分好像不太好看 讓我先剪掉它 首先加些生抽 今集可能是最後一次說 就是詳細的食譜可以在Description找到 拌勻後加些米酒 然後又拌勻 然後加些白砂糖 拌勻後加少許白胡椒粉 再拌勻後加少許麻油封一封 下三分先醃料會被排骨吸收 所以碗底就完全沒有液體了 醃排骨最少20分鐘 我們準備其他配菜 配菜也非常簡單 就是要薑、蔥和蒜 將甜梅菜浸30分鐘淡鹽水 就是想浸泥沙出來 在水喉水之下清洗乾淨 再扭乾之後 就可以將梅菜切粒 梅菜頭部分我就不要了 所以就有這麼多梅菜碎 燒熱鍋後就加些食用油 攪下鍋後就開始煎排骨了 又是了 像上次那樣大火起鍋後 下排骨的時候就把它轉回小火 煎了大約一分鐘後 就把排骨反轉煎另一邊 如果有看XO醬蘆筍炒魚柳那集 你就會知道 這樣小火煎應該是不會刺底的 反轉煎後 你會看到那一邊煎至金黃色 當第二邊煎了一分鐘後 就可以暫時把它們夾起了 如果像我這樣煮的排骨比較多 就要分兩次煎 排骨都煎至金黃色之後 放在一邊備用 剛才甜梅菜浸過水 很濕的 我們用中火炒乾梅菜 要炒至梅菜乾身和會輕身 然後加少許白砂糖調味 其實一般應該是用白鑊炒的 即是鑊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炒乾梅菜 但因為我想梅菜可以吸回剛才煎排骨的精華 所以就沒有洗鑊 就這樣炒乾梅菜 炒至梅菜夠乾身 然後加少許老抽 炒均勻 全部梅菜都上色之後 就可以關火把梅菜撈起 炒好的梅菜 放涼和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抹一抹鑊 然後再燒熱鑊 放食用油 鑊夠熱 我們保持大火 把薑片落鑊爆香 薑片落幾塊就可以了 不過我喜歡薑的味道 所以放多一點 爆香至薑片有香味 就可以加蔥白 其實蔥白炒一下就會變得軟 我用來起鑊 一會兒我會夾走它 然後聞到薑蔥的香味 就可以把蒜片也放進去 炒至差不多會夾走蔥白 因為我覺得蔥白變軟之後 樣子不太好看 有薑蔥蒜的香味 就把排骨落鑊 炒一炒 炒幾下之後就可以開始調味了 加些擠來擠去都擠不出的蠔油 然後炒均勻 排骨略略略上色之後 我們就蘸走 真的好香 炒幾下之後 我們就把剛才炒過的梅菜落鑊 然後又是快手炒幾下 我們就開始炆煮了 我們會煮好熱水 然後就放進鍋裡 水的份量大概是跟排骨平排 即是接觸到每一粒的排骨 但又不是完全浸過排骨的 用鍋鏟動一下它們 讓每一粒排骨都接觸到水分 然後就加兩粒冰糖下去 然後再加少許老抽 拌勻到排骨均勻上色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些海鮮醬 我就用海鮮醬 有些傳統的做法 就會加甜麵醬 不過我就不想為了一個菜式 又去買硬醬 所以我就用了海鮮醬 拌勻之後就可以調小火 然後蓋蓋炆煮 大概炆12分鐘左右 我就會開蓋看一看情況 你會發現水分已經少了 用鍋鏟拌一拌 看看有沒有黏底的情況 這個時候也可以試一試味 看看鹹甜合不合 沒有問題的話蓋蓋 再炆大約15至20分鐘 我再炆了15分鐘 這個時候已經發現收汁都收得很好 然後就關火上碟 大功告成的啦 不是開玩笑 真的最後那些汁我都沒有放過 因為真的很好拌飯 好耶 又完成一個小菜 是不是超級簡易呢 好吃得來又好拌飯 有時間你也試一下啦 請大家留言、讚好和分享這個影片 還要記得訂閱我這個和我的英文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